他们派了这个小桃去做什么 派他去学怎么样做video edit 剪辑视频 我讲他小桃我看他的cv 我看他的履历 他明明是工程系的 他能够去学怎么剪片吗 我心里想这个Tony应该是很乱死的 结果他学了两三天他跟我讲 一个礼拜过后 我看他剪出来的第一个片 过后他剪了很多很多的片 很多很多你在2018年看的民主行动党火箭出来的视频 剪辑的人都是彭小桃 他不单是做主持也做剪辑 我要讲的是什么 是这一个彭小桃 我们选的这一个候选人 他的学习能力很强 但我过后2018年 我被通知可能会要做部长 第一个要准备的是什么 要准备的就是我的团队 我的这个部门呢以前的部门都是一个是科学科技能源环境部 很多都是很技术性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一些的这个团队呢 都是要有经验有幸运 40 50岁 60岁 在整个整个industry里面是已经有经验的人 有些我选了很多 过后我想到小桃 小桃那一个时候还25岁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人购 第二他能够学习他不会的东西 最重要是什么 好的态度 学习能力强 所以我想这个小桃应该是可以做一个好的一个管员 他那个时候做了我的这个助理过后 他表现的很好 他在很多时候都能够带人处事方面也很好 在这个技术或者是technical 我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很技术性的一个部门 他也努力的去学习去明白这些课题 政策方面他也去明白 然后最重要是我给他做的工 他不只是100%去做 他110%的去把它做好 所以各位朋友们 我们现在选的彭小桃 是一个不只是学习能力强 态度好 也是一个勤奋给110%的一个候选人 如果在这里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 成为我们在这里的综艺员的话 他一定会给他110分来服务选民 为这个BATANGALI 为整个DUNKKB 心骨毛的这个综艺席 做出更好的改变